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是博古论均 我是博君 欢迎你来 故事开始前别忘了帮我们按下订阅以及小铃铛和嬉戏字幕 草味黄出年间顿秋县边境上有个人骑着马在夜里赶路 看见路当中有个东西像兔子那样大 两只眼睛像镜子一样明亮 突然跳到马的前面 这个人大吃一惊便从马上摔了下来 一下子昏死过去 过了好久他才苏醒过来 但是这时候鬼妹已经消失了 不知道去了哪里 于是他又上马 往前走了吉里 碰到一个人 互相问候完毕 他便说 我刚才碰到了这样的怪事 现在能和你作伴 我十分高兴 于是他们就结伴同行 那人问他说 你刚说你遇到的那个怪物长怎样 于是这个女人就回答说 那个怪物身体像兔子 两只眼睛像镜子形状很可怕 结果这个伙伴说 你想回头看看我吗 这个女人他就回头一看 刚才的那个伙伴其实又是那个怪物 鬼妹便一跳跳上了马 这个人就摔到了地上又吓昏了过去 过了一夜 天刚亮 家里的人就发现马独自回家 并没有这个女人的踪影 于是就到处去寻找 这才在马路上看到躺在路边的他 拍拍他把他叫醒 他就把这样子的故事跟家人说了 这个顿丘忍的故事非常的短 但是他就是我们常在漫画或者是电影里面看到的 日本的怪坛故事的原型 这个故事是由日本怪坛文学小说家 小泉巴云所记录下来的 故事发生在东京赤板附近有一个叫做 祭一国板的坡道 板这个字的原意本来就是坡道斜坡的意思 那因为这个地方曾经是一个城墙 所以他一边是护城河 另外一边是城堡 但是这个地方因为长年已经没有防守的价值了 所以长满了杂草 那因为这边可能古代因为有战事啊 有很多宾室死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也被当地人认为是一个比较阴的地方 只要入夜之后一般当地人都会尽量 避免走这个祭一国板 那相传这个附近常常会出现 狸 遇到这种怪物的话都会大兵一场 小泉巴云在附近打听之后发现 最后一个看到狸 是一个住在金桥附近的一个年纪很老的商人 那这个人是在30年前碰到狸 这个老商人就对小泉巴云说了下面的故事 一天夜里就和平常一样 老商人当时还年轻 快步的走上祭一国板时 护城河旁边站着一个女人正在错气 那个女人好像要投河自尽的样子 商人看到就不免觉得有点担心嘛 想救他一命 商人正想着不知道该用什么方法劝他时 已经走到那个女孩子的背后了 那是个衣着华丽气质高贵的女孩子 身材非常的好 然后头发也整整齐齐的 看起来就很像出生在比较好的家庭 而不是平民百姓 商人就对他说 姑娘 你为什么在这边哭呢 如果有什么困难的话 你可以跟我说 如果是我能够帮忙的事情的话 我一定帮你到底 商人是个热心又善良的人 但是即便是他这么讲 女孩子没有回答还是不断的哭泣 连回头都没有回头 于是商人又说了 姑娘 我刚才说的话你有没有听到啊 像你这样子的女孩子 晚上最好不要待在这边哦 为什么要这么伤心呢 无论如何 我都一定会帮你的 你就尽管说吧 这时候女孩子仍然继续在哭 商人终于忍不住了 他用手去拍女孩子的肩膀 说姑娘请你说话 姑娘说话啊 这时候女子慢慢的把头转过来 用手朝自己的脸上一抹 商人顺着这由上往下的一抹看过去 发现这个女孩子的脸上 并没有眼睛鼻子和嘴巴 商人大吃一惊 拔腿就跑 连滚带跑的逃命 眼前一变黑暗 连回头再看一眼的勇气都没有 几乎连灵魂都要飞出去了 幸好过了不久前面有一点灯光 是个在路边卖宵夜的摊子 真是碰到了救星啊 商人跑到那个老板面前 上气不接下气喘个不停 结果老板就慢调私底的问他说 这位客人是怎么了吗 是有武士在试刀展人吗 以前日本的武士阶层是特权阶层 有一些比较不良的武士他们有了新的刀之后 会去路边砍平民百姓叫做试刀 商人略喘一口气 很紧张的说 不是啊那边有东西啦 老板听了有什么东西 有强盗吗 商人就说不是强盗啦 不是强东西啦 是那边河边有一个女生 他这样手一抹 脸上的五官什么都不见了 老板听了说 那个女生是不是像这样 结果老板手一抹 脸上的五官也不见了 商人就一看到哇吓一跳 然后又昏死过去 那这两个故事其实在很多细节上当然是有不同啦 那故事的结构是一样的 那有趣的是我们延伸来讲一下小泉巴云这个人 小泉巴云出生于希腊 希腊是他母亲的故乡 那他在出生没多久 就跟着爱尔兰裔的父亲 回到了父亲的故乡爱尔兰 那因为爱尔兰这个地方 对种族的问题比较敏感 所以身为希腊人的这个母亲 在当地就受到了非常严重的排挤 于是母亲就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就离开了他的父亲和他 他的父亲呢因为是一个军医 后来也在战争中死掉了 所以小泉巴云是一个无父无母的人 后来辗转来到日本 在东京大学担任英国文学的教师 那因为他对文学比较热爱嘛 那他就发现说当地有非常多 充满特色的鬼怪故事 怪谈故事 于是他就有点像浦松岭一样 他就到处去打听这些故事 并且把他们用文字的方式 把它固定下来写成一本书 就是小泉巴云的怪谈 那比方说吴尔芳一 这个故事黑泽民曾经拍过 那也是出自于小泉巴云的怪谈里面 是非常的推荐大家去找这本书来看 有点随时 微温地